北港町武德宮頭前的第十九山 是信道處理宮廟一定會經過的路 又是北港町重要的路 不過這條路的七九出現後撞到的狀況 落後時常常因為白水不會有造成這個陰水 為處理科委員所在分這天邀結共路總局公訴 跟民意代表來告到會審 大家討論白水系統的狀況 北港武德宮頭前的第十九山 實定來中邀出入的道路 不過由北京派出訴到武德宮落斷的白水稿 是因為看到不足的問題 落後時常常出現營水的狀況 為處附近基民和武德宮是向理科委員所在分町情 所在分也在這天邀結共路總局公訴 和民意代表來告現場會審 這個水溝從文言錄到北城法律所 此段都不通 那落後的水 落後的水 落後來說 也不想要走 不想要漏 這段可能做得比較多 附近的基民 以我們 都很期待 這個工期 早日來完成 讓地方的衛生環境 能大大改善 所在分表示 這個落後的盤水問題 早點在兩年前 就相關的會審行動 不過因為水高的頂端有電箱 電信設備頂端 做新工廳一拖再拖 因為這是北港人基台改善的工廳 所在分也希望時間的單位 可以和台電電信公司做五號的溝通 工廊總局也表示 改善工廳的經費 將全部由工廊總局協助支出 這個案子來講 其實是北港人關心很久 我大概是在逐年 在逐年的時候已經來看過 今天你特別是由公路總局的總局長 陳局長來這裡看說 為什麼的話 前年看過的工程 為什麼拖到現在 今天你來現場的時候 才了解到說 因為有中華電信的想法 還有台電公司的想法 一直找不好 為了可以放 也造成工程的延宕 北港人很期待 希望不要再拖 盡快把很多 剛才建立的酒堂 冠軍來改善處理 今天特別就是 建立的醫生 也希望公路總局的話 都來支持他 今天感謝首委委員 邀請來台十九縣武德工前 辦理前面台十九排水溝的 一個排水改善的工程 我們已經 就是這個經費上面 我想公路總局可以來做協助 這個地方包括縣政府 跟這個我們北港鎮公所 已經有協調 由公所來做相關的 這一個設計施工 那這個速度的部分 我想我們公路總局 也會再來要求 這個縣政府跟公所 來加速辦理 希望這個改善工程 可以趕緊當工完成 讓附近的鄉親 不用堵到路後 就來煩惱淫水 記者靈魂PF 蔡宏波多